然后我们来看一下NCE的一些细节 就是在讲那个副采样的时候 其实提到了一下 就是首先我来对概率进行建模 然后跟我做一个逻辑回归的分类 他们两个是非常相似的 我对概率这个建模呢 我其实就是希望我的这个 就相当于这个是一个极大自然估计 然后但是对于后面这一项呢 就是我对负对数的这个概率要最小 这两个是等价的 然后呢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变形 这个其实是那个NCE的一个核心 就跟important sampling相比 为什么RS它是有偏的 这个有偏的是其中是因为这个Q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说我通过这个Q这个分布 然后来估计我F就是我P这个分布的时候 我会产出来一个就是重要度的这个权重 然后重要度的这个权重 然后negative sampling它也是一种有偏的分布 那个副采样的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 因为你底下计算的这个Z这一项 它是不完全的 它只是包含了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对于我的这个Y等于1的这一部分 跟K加上K个Y等于0的这种情况 然后这个Z 它就真正的Z跟这个是不等的 它只是拿后面这个做一个Z的估计 然后这个估计跟它之间 它们的这个偏差 也是一个有偏的这种情况 然后但是对于NCE来说 它是无偏的 然后它是怎么来做到无偏的呢 其实 我看了很多资料 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这个来进行比较 就比如说我在每一步的时候 就是我每一次计算 我的这个softmax的时候 我是希望从中间提取出来 这个最大的这个概率的这一项 然后我基于这个性质 我可以把它进行一个转化 然后就是我从原来的这个概率模型 然后把它转化成了一个分类模型 就这一步的时候 其实它们两个是等价的 然后我们来接着看下面的 就比如说这个例子 对于一个二项的分布 我用一个sigma的函数 然后它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然后对于逻辑回归里面 它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这个其实也就是 得到的就是一个 负的sigmaYi除以logYi一加 这个也就是cross entropy 对吧 这个对下面的变形 其实就取了一个log 然后加了一个负 好 这个没问题 然后再往下 然后这个是一个多项分布 然后跟那个soft max的关系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取个对数 然后就下来了 这是等价的一个变换 然后像之前的时候 我们发现就是从 这个概率的这个模型 然后来转化成分类的这个 是理论上是OK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用分类的这种方式 然后来估计这个p 是不是可行的 然后怎么来做 然后这个也就是nce的 它具体的这个细节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不知道 有没有面试官会问你们 就假如说 再问到逻辑回归里面 这个算是一个点吧 逻辑回归能问很多问题 逻辑回归的这整个考点 就差不多能判断你对机器学习或者深入学习的一个理解了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问题 假如说我把这个cross entropy 换成 最小二层的这种方式 就是square loss 平方损失函数 这种它有什么问题 这个可以下来考虑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刚才 就是还是看那个c到e的 就是从分类 然后转换到来估计概率的这个 是不是可行 就还是embeding这个 总是绕不开它 这个公式写了很多遍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分母的这一项是很难去计算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了有两个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 是这个数据的分布 我们从这个里面去sample出来一些数据 然后把它标成Y等1 就是这个是处的 然后在随机的有一些noise的distribution 然后nce的这个n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取k的 然后我们把它标成0 也就是说这个是false的 这个是一个复原本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它不会分配给 就是这任何一个数据 是以这种零概率的方式去分配 就不会 虽然说在概率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东西 就是小概率事件不代表它不会发生 就这其中包含零概率 就比如说你买彩票 你中个投奖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概率 但是不代表这个概率就不会发生 就比如说类似的 还有假如说基于现在的一些数据 你统计 可能说地球不会灭亡 但是这个你不能说它不会发生 它有可能 哪一天就来了一个小行星 对吧 就这个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记忆学习 其实大家还会忽略的一个定理 就是没有免费午餐这个定理 就是记忆学习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 一个是那个奥卡姆提取刀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午餐的这个定理 就这个说的是 你的没有一个模型 就没有一个万能的模型 就是你的这个模型 你会在很多的假设空间里面 都是得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总会有一个场景 有一个case会让你的这个模型失效 然后就回到这个讲的这个地方 就是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有了这个label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是做一个二分类 然后去分类这个label 然后这个地方 想象一下 这个地方产生的这个数据分布 跟原来的这个分布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继续看 nce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有了这一项 然后我们在做分类的时候 就套用一下逻辑回归的这个就行了 我觉得逻辑回归的这个证明 这一套必须得数 就可以把它写成这种形式 这是一个这种二项分布的 这个概率连程 然后再接下来 然后去 写出来就是逻辑回归的 它的这个损失函数 用那个 cross entropy 然后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就是 我在面试的时候 我很喜欢问这个求导 然后以及就如何使用那个代码实现 逻辑回归 我很喜欢问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上来 然后在接下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发现 对于这个 label的这个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 就是这个generate 它的这个分布 它其实包含两部分 一个是data的这个 然后一个是 noize的这个部分 就是包含其中这两部分 然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对于这个generate的这个分布 然后它的概率是 是什么样子的 就首先我们只是从中取一个 为处的样本 这个是为1 然后我们会取k个为false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概率 我就可以很清楚的 很容易的算出来 y等于1的时候 就是k加1分之1 y等于0的时候 就k加1分之k 这两个sum起来是等于1 符合我的这个概率的定义的 就是而且每一项都是大于0小于1的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 之前 然后就 获取noize的这个分布q 不会分配给任何一个概率 任何一个数据是0样本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做一些公式推导的东西 原来的这个式子就是给定 给定中心词 然后来预测它的上下文的这个词 同时然后预测这个label是等于1 然后这个概率 就是从左边到这 这个应该要没问题 这个条件概率公式 这个这个一定一定要非常熟练 就是p xy就给定y x的概率 其实就是他们的联合分布概率除以p y 这个一定一定一定要非常熟悉 这个其实相当于是他的一个 也不算变形了就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这个地方就是单独的把这个w放到前面 就是仍然只给定一个项 然后这个其实相当于是给定cw跟y的这个 编辑分布吧 然后再除以c跟w给定cw的这个概率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种的条件分布的转化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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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非常熟悉 然后后面的这个式子 然后他就可以写开 就是我把这一项再拆 这个也是条件概率的变形 就我把这个外这个单独的出来 然后再把它放到条件里面 然后变成这一项 然后下面的也一样 这个应该是 除了条件概率还有全概率公式也要数 然后这个pye就上面的这个就已经知道了 这一项也是知道的 我们再换一下 然后前面的这个部分就是给定y等于1 然后他的这个其实就是实际上我们要预测的这个 在这里就假如说写成pw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少了一个c 给you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c 这个应该是给定cw的这个概率 他俩乘 然后底下的时候 这个地方y 它是有两类的 一类是0 一类是1 然后分别乘 然后再加一下 我的首先这个k分之一的这一个都可以消掉 然后我的这个式子就可以转换成下面的这个 就我给定c求w的这个概率 然后除以这一项概率 然后再加上k倍的qw 这个qw就产生我这个noise 这个分布的这个概率 然后对于同样的是y等于0的时候 因为这个概率就是只有01 然后01这两个是互赤的 然后所以就用1减 然后我就出来了之后就是qw 就这个 这两个是很简单的 然后我们把上面的那个式子就可以写成这个地方 我们刚算出来的这种形式 写到了这一步 就是我们把它然后再稍微变形一下 变成这个uc他给定cw 这个概率就为什么这么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一开始定义那个word embedding的那个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说假定 就是我的这个w 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的词 我们希望这个是有这种非常高的频率 然后 这种 real的这个word就是给定c 然后这一部分是比较低频的 然后对于 对于给定这个任意一个wi 然后属于这个高频词的时候 我们期望在每一轮的时候 就都会提升 这一部分 就提升这一部分的概率 提升这里面的w 就转至乘以c 然后其实也就相当于提升这一个 预测的这个概率 然后同时 我们希望能够降低 剩下的这个词的概率 就是我们希望提升true的 然后降低为false的 这个在这个 就是从 就是我提升这个 因为有softmax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有底下这个z的这个 归一项的这个原因 就可以来提升我的这个概率 就是w转至乘以c 跟我的这个概率 就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问题 对于我任意一个属于这种高频词 它都有机会 然后去提升这个概率 但是我的这个低频词 它会一直都会很低 然后 所以在nce里面就是 不用这个分母的 这个规划的这一项 然后设计一个新的一个概率分布 然后 让wi是这种正样本 然后对于其他的 就是不在这个里面的 然后是副样本 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 就是设计出来的这个新的就是我们同事希望就是如果它是正样本 那它的wc跟g这个是是要高 然后对于如果它是副样本的话 我们希望去降低这个它的wc乘以t 然后这个的它的效果其实是就是跟softmax这个很像 就是在新的这个例子里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这种就干说 这个是一个比对 然后我们先看这一页 然后再再回去 就我们设计到的这个公司 这个新的这个概率是长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用这个原来的时候不是uc他w给定cw的这个这个概率吗 然后让它等于我给定cwsc他概率的指数 我们把它换成这一个 然后上面的这一项的话就其实可以把它写成是这个对它的 做一个softmax 然后下面的这个也是1-softmax这个概率 这个data 这一项就是等于这个式子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就是把它展开一下 就它做一个softmax 它就可以写成1加exp里面附的这一项 就这一项就这个假如说这是gx 然后就是这一项 然后把它展开 然后log跟exp消掉把它挪出来 然后前面的这一项呢 就这两个可以写成 就这两个可以写成 对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我同时 这里有两项这个地方是负的这个这个值 然后我乘一个exps这一项 然后上面就变成了这一个 然后分母就变成了这样子 然后这个我可以还原成这个 就是这一步到这一步这两个是等价的 然后也就是说我通过这两个变换 然后来得到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稍微体会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目标函数 就是我们希望然后来最大化我的这个theta 这个theta就是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属于这个 正样本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概率 然后以及副样本的这一部分的概率 然后来来对这个取这个极大思想估计 然后来获取到这个theta 再往下看 然后这个地方不是牵扯到一个这个q吗 对吧 我们用一个新的这个概率分布 然后来代替这一个 然后那那假如说这个分布是一个均匀分布 nce也就是这么做的 他用一个均匀分布的这个q 然后来代替我们来还原回去 来来做一下刚才那个操作 这个地方的k我们就换成了是这个 vocabulary的size 这个地方 关注一下这个k跟那个negative里面的那个k不是一个k了 然后再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狮子qw 首先这个k等于我的vocabularysize了 然后对于这里面的qw的每个概率来说 那就是n分之1 然后这个地方的n就是这个词表的大小 然后就可以写成这一项 然后他就可以转换成后面的这一项 他们两个相称就消掉了 等于1的概率就是这一部分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的这个p 这个概率了 然后对于刚才的这个 给定cws theta这个delta的这一项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后面的这个 然后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变换还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这个变换还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到这一步还是还是一样的 一致的 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scriptgram里面 他scriptgram可以拆封成两项 一项是给定c 他上下文词的这一项 然后另一项这一项是 不是他上下文的这个词 就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其实是 contact上下文这个是 其余的部分 然后把这两个写开 然后他其实就等于是中心词 跟上下文词 他们两个的softmax 然后 就是这个地方复号放里面了 这个地方max变成最小了 然后后面这个就变成这个了 然后这个做一下 对 这个地方展开一下 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在下面 这个还是刚才的那个 那个式子啊 刚才的那个变换的那个式子 然后到这一步 然后我们再来看 就假如说这个 Delta Theta可以写成这个 我们令这个后面的这个 ext这一项为 GW Theta 然后GW Theta 这个就写开 然后他就变成了 这个 因为这个是负的嘛 把负号挪出来 然后放到分母 然后就变成这个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就前面定义的这个 然后我们把它变换一下 其实这个就等于 QW除以我的那个 原来要估计的那个概率 关于Theta这个参数的 然后把它 这个GW Theta 如果更 通用一些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因为这个地方有个K嘛 我们就把这个分母 假如说现在这个地方是1乘以它 我们把这个 让它更generate一点 就是有一个M除以一个N 把它变成这种的 我们把这个式子带回去 然后再看一下 然后原 这个是Theta 这个PVT 好吧 就这个地方 就刚才在讲的时候也提到了 就是我的这个Theta 其实就是用得到的这个估计出来的Theta 然后这个无偏的这个Theta 然后来代替这个 GW Theta 或者是原来这个U Theta里面的这个Theta 然后来获取PW 带到这个地方就带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把GW这一下 然后带过来了之后的结果 前面的一样 这个目标函数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做一个替换 这个地方前面这个是 看这个MN 把这个N放到里面来 就是乘进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构造出来一个这个 M分之一这一项 就把原来的拆成这两项 然后前面就出来了这个M除以N这个V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 就当N趋于无穷跟M趋于无穷的时候 这个CN 然后它其实是逼近于这个C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的这一部分其实是关于 就是PW乘以 就给定WI跟C它 然后预测为正的这一个期望 然后后面是V乘以后面这个为负的这一项的 期望 这个地方是QW 前面这个地方是PW 这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 把这个 带换一下 就后面这个概率的这一项带换一下 就可以把它写成这种形式 然后展开 把符号提出来 然后这个 这一项展开写成这种的形式 然后就 从这到这就可以变成这种积分的形式 然后把这个PW放进去 就log1加他乘以PW 然后这个是1减他 然后再乘一个QW 然后这么变形了之后 有一个什么用呢 就这个是刚才的得到的那个式子啊 然后我们对它求导 然后会发现 求导Loying这个出来了之后就这个嘛 然后PW这个不会变 因为是对J这个求导嘛 PW这个跟它无关 然后 后面的这一项也是 然后令这个 以解导为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移到分母的右侧 然后得到这么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 我就可以做一下这个变换 这两个可以约了 然后就得到这个式子 然后乘一下 GW就是这个 跟原来的是一样的 看这么做了之后 有什么效果呢 后面的这一部分我就不讲了 其实到这里就已经有一些 抄了就也不是抄吧 就是有点偏了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刚才的那个 就NCE的 它其实是把一个 模型估计的问题 然后就是 这种很难 去计算的这种模型估计 然后去转化成一个 二分类的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它可以 它相比于Scapegram会快一些 但是其实比原来的那个 它也会快很多 然后它能够让我们去 拟合模型 然后不需要去正责化这一项这样 然后同时呢 训练效率是比较效率的 它跟G GUN 它是有一些区别的 因为GUN的话没有讲 它其实是有一个Generator 然后有一个 Discriminator 然后有这两项 然后来 进行这种 对抗 然后在这个 那时均衡的这个 定理的保证下 然后就是能够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结果 然后因为GUN没有讲 然后所以这个跟它比较 就先过了 然后我们再来 再来看一下之前的 这一部分啊 就是首先它跟那个 Negative Sampling的它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这里 因为原来的这个K 它这个地方取的是K 这个就是 Negative Sampling它不是取的是K个样本吗 假如说这个地方 换换一个参数 这个可以令它等于什么 随便找一个 找一个什么 假如说是L吧 就是我这个地方 我只是取L个词的 然后 然后 然后取的概率是 依照于那个 就是它前面不是有一个构造出来 那个什么 四三三分之四的那个概率 那个 QW的概率 然后来取吗 然后乘以这个K这一项 然后在这个 它是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然后 就是在这个 比如说用NCE的方法 然后我的这个是可以还原回去 就是我的这个前后变换都是等价的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到这里 我的这个变换是等价的 然后 我用这个代换了之后 也是等价的 然后但是在 副采样里面 就不是这样子的了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不确定我跟你们讲明白了没有 就有什么问题 你问一下我 什么问题 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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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